中国男性陆寒从韩国回到中国发展后 凭借才华和胭脂 成功登上初代鼎流榜单 直到2017年公布恋情后 人气才稍稍有些动摇 近日他在中国展开演唱会 再次以偶像身份登上舞台 让不少人直呼青春归来 值得注意的是陆寒像往常一样 给粉丝送了不少福利和小礼物 包括请粉丝吃冰淇淋喝饮料 抽奖送他代言的精品彩妆 还为每一位入场者准备礼包 里面包含应援灯、荧光棒等 简直是福利拿到手软 陆寒为了向粉丝拍摄到 清晰的现场画面 不惜投入重金安装 四面奥运会同款的显示屏 据传应面要价800万人民币 此外他还准备了计程车优惠券等 解决粉丝们的交通问题 因得知很多人抢不到演唱会门票 所以演出当天 更特意打开场广大门 让场外粉丝能够一起听 用新程度让粉丝们直呼感动 超狂福利也让网友们羡慕不已